我們看看這題 這裡是求橢圓方程式 一樣我們先畫圖來理解好不好 他說有兩個焦點 一個叫F1 一個叫F2 這樣行不行 我們大概把圖形畫出來 以這兩個點為焦點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可見把這兩個焦點連起來 這叫什麼軸 纏軸 找到這兩個焦點 終點把它畫過來叫什麼軸 短軸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可以齁 所以說大概大概我可以知道 它大概是一個 上下形的橢圓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次要求翻成式行不行 所以說求翻成式第一件事情 先剛才講過什麼行 上下形 所以說第一個先判斷出它的什麼行 上下形血衰是這樣子 行不行 第二件事情 麻煩你 好不好 去找出中心坐標 中心是這兩個焦點 終點 對吧齁 所以中心坐標的事情 零零 第三個再想辦法 把A和B找到 這樣行不行 那怎麼找 首先中心是零零 我知道這段事情 C C等於4 所以說這題 要想辦法再去找出誰 A或B 這樣行不行 好怎麼找 怎麼說你看一下往下看 弦AB過F1 這樣行不行 好有一個弦AB這樣畫過來 經過F1 這樣行不行 好這邊叫A 這叫B好不好 弦AB經過F1 他說 上下形ABF2 ABF2 對吧齁 他告訴我這塊三角形周殘會是其 20 行不行 所以說 欸 喜好這邊老師可以知道 弦AB是經過F1 這個三角形周殘是其 20 欸 橢圓什麼定義 橢圓上有一個觀念 橢圓定義是什麼 一個點只要在橢圓上面 到兩個焦點距離合 這兩段距離合是幾A 2A 這一樣 這個B點到這兩個焦點距離合是幾A 2A 所以周殘是其 20 對吧 所以說周殘其實就是 2A加2A 對吧 是幾A 4A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三角形多少 B F1 F2 這個周殘 其實就是幾A 4A 等於20 對不對 所以說我可以知道 A就等於幾5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可以齁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C4是A45 所以說可以推得 B就是幾3 這樣行不行 好 所以說這時候 中心是00 就不用寫了 所以說B用三代 翻程式解算是9分之 H平方 加上25分之 Y平方 等於1 答案就出來了 這樣可不可以齁 麻煩把這邊看一下